整条街道排进秋秋 而Jolie已经开始暖炉 准备开灶忙得一刻不得些 得敢在中午时段 等同战争的餐期开始之前 把食材准备好 我老爷爷开始开 在韩国开中华料理店 所以我爸爸也是做中华料理 然后我在后面 这样一直看一直学 原来王忠厚课算是家学渊源 祖父还有爸爸 在韩国经营中华料理餐厅 当时年纪尚小的他 就跟在副职辈的身旁 学习基本功 所以我觉得饭卷这个东西 在台湾还是 就是很多台湾人 觉得饭卷是寿司 对啊 没有吃过真正的韩国饭卷 架设好迷你摄影棚 王忠厚的太太赵文英 拿着相机试着利用镜头 将这些刚包好的饭卷 呈现得美味又可口 于是王忠厚负责打点味道 赵文英则想办法勾起 偷客的好奇心 夫妻俩就这样一内一外 在台湾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本来是要待一年 可是 但是蛮方便蛮舒服的 在这里 对啊 可是怎么说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 结果这里 就是我的梗在这里 身为韩求第三代的王忠厚 就这样透过料理 还有手奏的温度 连接起台湾洗脉 好 是 我 我